設計很多時都是由一張白紙開始 就像我現在畫這棟建築物 就是香港資專設計學院HKDI HKDI分入四個設計學系 包括全意設計、建築室內及產品設計、時裝及營長設計及數碼媒體 像這些海報 宣傳單張就涉及了全意設計學系的視覺全意、插畫設計及廣告設計等等 HKDI那麼特別 當然要介紹建築、室內及產品設計學系啦 這個學系的設計都比較實在和立體 幫你解決到日常生活中很多的問題 好像你現在入到的綜藝館 裡面的舞台佈置甚至正在用的燈、燈飾或其他東西 都是涉及不同的設計來的 見到台上的Catwalk Show 所有作品都是同學自己設計 如果你特別喜歡幫人或者幫自己扮美 這樣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就適合你了 配搭美衣、化妝、set頭、緊貼時裝趨勢都是學習範圍之內 課程包括時裝形象設計、演藝造型設計 男女裝時裝設計等 畢業之後還有大量工作機會 繼續幫人辦理 而你看到台下專業的視影師 就是數碼媒體學系會學到的東西 而當你拍完影片、拍完照之後 都要有後期製作 可以幫他們加聲音加視覺特效 製作完之後 又可以將他們變成動畫 或者AR、VR等不同的效果 設計除了分得很仔細 其實亦都跟你生活息息相關 不知有哪個範疇最適合你呢?